已经上幼儿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今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告诉大家罗东镇从110年开始 又有新的福利政策要上路了 只要父母双方涉及罗东 而新生儿初次户籍也在罗东 就可向公所申请婴幼儿营养补给费 每半年将发出一万八千元的补助 原月1号开始我们出生的这些小朋友幼儿 我们每一个月我们每半年 补助他一万八千元的育儿的营养补助会 那希望在这一个小朋友的生长过程当中 能够给他一点津贴补贴 那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愿意鼓励 我们的那个年轻的这个家长 能够多多生育 让我们的这个人口数能够增长 为加码补助费用 主要是因为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 像欧东镇去年还有386名新生儿 今年却只有300出头 所以公所希望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 来增加生育动力 幸福罗东 祝您好运 赞 就还不错啊 就是会帮忙家里做一些分纪 而且会让小孩的幼儿的津贴 或是他的照顾会更完善 我们知道少子化的问题 我们知道今年又创了新低了 今年到11月为止 全国的这一个人口出生人数 减100万元 不到15万人口 好像落冬天 新生儿出生 这没有出息 目前只有300多个人而已 这笔婴幼儿营养补给费 对象为0到2岁的婴幼儿 最多可零两年 并才每半年发放一次 再加上公所原有一次性的 1万元产妇营养金 涉及罗东正生育子女的父母 第一年最高就可以领到 4万6千元的补助补小补 宜兰新闻记者 黄图汉采访报道